把这压箱底的东西就拿出来讲 还是一个黑石头一个色料 现在我们来秤一下它的重量 5350克 5公斤多 这个料子是一个木曼机的老藏口 所以底层石头 整个石头的石型是很完整的 从外面看 没有一点点的系列 啥都没有 很完整很完整 但是在中间还是有一些白点 这种木曼机的特点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三个面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表现 沙粒也是一如既往的景色 这个小的这一面 它是有大概开了两个小窗 有两个小点 下去的话反正都是有色 清晰的可以看到说是有木层的 料子开下去的话 可以看到它这皮壳是比较厚的 但是白布是清晰可见的 这一面就开的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料子 还是像我以前说的 开窗面积大 然后没跌 这一边 有开了一个窗 两边打灯下去 水坨就比较有限 没有对穿 它这个厚度能够达到这里的话 它这个料子真的是起飞了 所以说这种 玩这种饰料 就是说 人里面听得也有点烦的 就是说 强调的就是说 不 看正不正 然后弱字的种 看怎么样 关键的一点就是说 这白物出现的 那这个弱字就有保证比较干净 另外呢 玩这种饰料的话 就是说 一个数量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能开下去的厚度 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反正呢 就好像应付任务似的 是吧 每天还是要拍一条视频 然后跟粉丝分享 现在呢 就有点钱 钱一技穷了 是吧 只能简单的讲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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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